所以它這個稅率呢 當然你可以參考一下 稅率這邊有講 原有的股數與分配股數 這兩個相加總 當然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要除一萬 總和收尋稅率表 就知道它的那個要繳多少 幾%的稅了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的方法 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應該蠻簡單的 插入函數裡面 一樣是用那個什麼 這個最近使用過的 因為應該有用過 H.Lukov 為什麼? 因為它在左邊嘛 所以再來的話 Lukov是查什麼 查它的原有股數 所以原有股數是F3 原有的股數 原有再加上它分配的股數 那不過特別注意 你加之後的話 你按F3 它不會理你 因為一個格子 它只能按一次F3 那怎麼辦呢 變通一下 點這邊一下 按F3 然後分配到的股數 分配股數 就是說呢 你可以先在下面剪 然後再把它貼回去 不過記得它會怎麼樣 它會自動幫你加雙銀號 你要記得把雙銀號拿掉 不然會產生錯誤 除以多少1萬 OK 好 然後呢 在Table Array F3 查什麼呢 稅率表 所以這邊的話找稅率表 然後再怎麼樣呢 回來的應該也是第三列吧 然後0.12 找接近的1 OK 好 應該沒問題了 按確定 看一下 稅率沒問題 點兩下 好 全部查 算完了 感覺還蠻好的 好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的話 應該是 現金鼓勵 乘上 1減掉稅率 所以很簡單嘛 反正你也閉著眼睛 就可以做得出來 因為你只要照著公式做就好 所以 等於什麼呢 F3 現金鼓勵 乘上 1減掉稅 是乘嗎 1減掉 F3 稅率 所以你找 反正找得到對應就OK啦 所以 這個地方 這個範例主要是 提供給各位一個參考 以後如果你做複雜的查詢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用名稱 不然的話 我想以前如果你不用名稱的話 應該會做得很辛苦吧 而且很容易做錯 好 做完了 排名應該沒問題啦 排名這個剛剛講過了 就是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用那個RANK函數 最近有沒有用RANK呢 應該有啦 OK 然後 就是 就是他的現金鼓勵 那範圍的話 其實F3也可以 就是 應該是這一個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所以這邊 其實就參考這個範圍啦 然後 一樣 按確定就可以 當然零或省略的話 就是遞減嘛 應該 比較高的在上面 比較低的在下 按確定 OK 好 排名就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呢 很快的你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完 另外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邊呢 其實每一個 每一個裡面都有什麼呢 有公式對不對 那是不是說你可以寫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四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把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公式 分別放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將來不就是可以 一鍵就按下去 全部完成了 應該懂我在講什麼吧 然後再做一個清除 按下去又重新再來過了 那以後如果新的東西有增加的時候 你就按一下 全部就完成了 感覺還蠻好的 只是說應該 這個可能要自己做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很快的 我們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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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元大概就完成了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是 可能會 就是按照那個後面的範例吧 如果沒有特別意外 我們就 再來看什麼 像後面有幾個 我再挑一下範例好了 看V2函數 請各位回去 再把那個 在範例檔裡面也有 人事考評跟飯店管理的 那個兩個V2函數回去再做做看 有問題的話 我們下個禮拜再快速的帶一下 下下禮拜 沒有 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 OK 還好你提醒 本來下禮拜就復空 好 下禮拜不上課 所以下下禮拜 那剛好下個禮拜 請你在家裡 自行 到那個 YouTube 或者是雲端上面 請你把前面的5次上課 就是再做個綜合複習一下 因為都在嘛 只是說你一定要花時間 所以如果你每次上課 至少3個小時又10分鐘 所以你可能回去 至少要花 總拖拖 大概要花 要花個16個小時 盡量抽出時間練習 不然這些東西要學會 學到熟練 恐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OK 好 今天的話 先到這裡 好